接着这条,它就给了一个图,就说radius,circle的radius是r,然后hk,hk,radius是r,接着就问以下哪些图,好,那看回了,第一样东西啦,这里都是r,但这里整个孤度是k,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呢?k是大个r, 第二样东西,我们会知道什么呢?这里的长度是-h,这里的长度是h,r,所以r就会大过-h,r会大过-h,即是换句话说什么呢?k是大过r, 那我们将这件事写在这里,所以k就会大过-h,把所有东西都配在同一边,所以呢,h加k就会大过0,所以第一个是正硬的,好,第二样东西啦,刚才我们做了,r是大过-h的,r是大过-h的,所以呢,r r-h呢,就会大过0,为什么?因为首先第一样东西,r是positive number,h是一个negative number,那你减一个negative number,正数减一个负数一定是大过0,所以呢,2都是对的, 好,到第三个了,r-k大过0,怎么看呢? 刚才我们做过这个,k是大过r,k是大过了,所以你把k搬到一边,所以r-k呢,就会小过0,小过0,所以这个不正确,所以呢,答案就是a了, 我们先开始先开始说请李宗坤的签吧,谢谢ząd对啦,